音乐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谢文 欢迎收看 未来世界部 你看老师讲到多少语言 猜中的关键报告 让你带回去 那基本上 最近真的有很多投资朋友 都是朋友的朋友的朋友 甚至多多乐乐 介绍来一起来看节目的 他们常问我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 校师啊 你说月线红灯 周线红灯 这个东西到底该怎么判断 来这时候我麻烦大家做一件事情 首先呢 你要去下载我们的软体 或是你直接把我们的课程表给带回去 为什么要带回去 因为你要学习主力作手的价格观念 包括周线月线观价 包括如何计算主力心态 而所有课程里面啊 没有在教KD 没有在教13581321 大概就只有我谢天谢地谢温 那么什么叫周线月线红灯绿灯呢 因为节目时间有限 我们没办法在那边算给大家看 那没关系 我们用电脑来做代表 来导播 我们直接看右下角 记得要放大 因为你放大我也看不到 我也看不到 你没有看到 月线关键价落在什么 本月月关键价落在10800 周线关键价落在1098 那我先问大家一件事情 礼拜五的一个随收盘 有没有收大于10989 既然收大于10989 代表周线它是红灯 那同样的礼拜二 明天要收一个随月线 你认为明天会跌破10800吗 那如果说不会跌破10800 代表月线它是一个红灯 这是这边的一个随测标 它由来的一个随地方啊 我知道呢 7月份很多人做指数其我 可能输到脱户子 做选择权 归零的归零 归零的归零 买买权也归零 买卖权也归零 那你知道为什么会这么惨吗 为什么7月份大家输到变脱拉苦 为什么每天7月份 融资都在减肥 因为大家做错边啊 然后拿钱挖通墙去补西墙 我给大家一个建议 你今天如果说真的要反败为胜 我还是奉劝各位你真的要了解 人家主力作手的一个所谓价格观念 是包括周线月线关架 包括一个多空主义心态 它反而是利用均线成交量KD 乃至于波浪理论的散户欺骗 我请问大家 就以上个礼拜为例 你看当你看到KD在高档 出现非常明确的一个所谓背离讯号 你跑去放空 结果是不是马上断头 那你现在你要怎么样反败为胜 你要怎么样日日进财 你要怎么样去掌握牵点的一个波动 很简单 我奉劝各位 你一定要能够去掌握趋势盘 那老师 我哪知道什么时候去趋势盘 我哪知道什么时候去趋势盘 我发誓我跟你一模一样 我哪知道什么时候去趋势盘 我哪知道什么时候去趋势盘 我又不是脱脱乐乐 我又不是在口门砍那只海豚 那到底在哪里啊 你不出手 你永远不知道 这样讲没错吧 5月4号的时候做多 我认为会趋势盘吗 我哪管你这么多啊 主力心态空我放空 主力心态油空转多 一口气涨了500点 红杨的5月30号 外资大败150亿在5月30号 他卖了151亿 我跟你预告5月30号 主力心态油空转多 你会做多吗 你会做多吗 因为外资大败150亿 结果呢 结果呢 有没有大涨450点 结果呢 涨到了6月7号的时候 你们每一个人都想要做多 你要去找一个 真的还是老坏句啊 你找一个多空双向的老师 就好像很多人说 小师啊 你为什么一挡合身堂 好 你可以先做多起立心 然后放空起立心 那放空起立心 一个月赚200块之后 然后你又能放 做多合身堂 又能够放空合身堂 你又能够放空蜜望石 然后反省做多合身堂 会不会太复杂了 因为啊 很多老师 他连最基本的大盘都不会看 他们的中心思想 就只有一件事情 用混的 每天拉回都是一个所谓的买点 可是问题重点 当你想要买的时候 来到6月7号 6月8号 你为什么你要拥有一个所谓的 主力心态 因为很简单 你懂得一个所谓的省时度 是之所变化 当主力心态是个标标准准的空 我请问大家 你认为我是草包吗 6月12号空完之后还往上拉 6月13号空完之后还往上拉 盘中的一个所谓连线节目 结果6月10号有没有轻松收割 主力心态每天都在放空 没错吧 同样的来到6月19号 也都是一模一样 直到台积电出权的那一天 我们还在加码放空 直到台积电出权的另外一天 6月29号 趋势盘 先500点 再450点 甚至于你可以把5月18号盘整盘 谢老师甚至从不断掉出来看 没错吧 没错吧 就直到6月26号 你可以掉6月26号从不断出来看 我们跟你预告指数大跳水 可是主力心态 他是有空转回一个所谓多 结果600点的下跌 250点下跌 换来100点的一个所谓上涨 没错吧 甚至于6月27号还跟你预告 外资大买miss 你根本不要秒他 结果6月29号台北股市 有没有拉出一根长红K棒 你马上看到37万的一个所谓对账单 那你说呢 很简单 7月份我在6月底的时候 麻烦你把6月底的从不断掉出来看 我会不会跟你预告大盘预先绿灯 我会跟你预告 你看不懂的千万不要做 有吧 有吧 我们来发誓 救助啊 我有这样跟你讲 那你要做的 你更要相信主力心态 真的吗 你不这样觉得吗 7月 你知道吗 6月29号台北股市拉出一根红K棒 每一个头顾老师后知后觉 要等一根红K棒才告诉你 任何拉回都是买点 那如果会拉回 后菜滑到后面去你知道吗 等一下导播 我的衣服怎么跟后面衣服一模一样啊 这样子下面会不会变隐形啊 不会好 其实想下去 跟后面背牌一模一样 对啊 我们每天都好快乐 7月6号 武功反手作动 还跟你讲说留下证据 留哪一个头顾老师 能留出这么多证据啊 除了盘中的江波图 除了LINE Act 你们不是要事前预告吗 你们不是参加很多头顾老师 被吓得要死吗 这叫盘中的 一个谁最及时的一个谁证据啊 有没有 9点06分 未来世界部 这种时间是根本没有办法篡改的 连续加麻烦信 你们不是要证据吗 我直接送你65万的对账单 你们不是要证据吗 我再送你53万对账单 再从53万的夜水对账单来到76万5670 我们站在那个湖边 看着鱼在那边游泳 好羡慕啊 中国人有一句话 那叫做临渊泄鱼 可是你羡慕鱼的过程当中 你一定很不错的 时间转它都不用吃头肉 吃几几个东西来吃 所以说不如退而结往 所以说把它捞起来吃 那同样的 你每天看我们拿出这么多扎实的对账单 难道你一点感觉你都没有吗 来看清楚哦 11号78万 12号12号60万的一个所谓对账单 所以跟你预告空头狙击了 结果有没有完完全全的命中 那你说操作难度很高 你的老师会跟你讲说 哎呦因为台子结算 因为中学则权结算 因为美国三务制 因为美国没开牌 因为台北股市礼拜六交易 所以说因为 因为一个一年有200个交易制 你的老师搞不好观望超过50个交易制 那你干嘛入会 我这样讲对吧 那你老师为什么不敢出手 因为很简单 他们根本看不到未来 没有办法去做一个所谓扎实的 一个所谓预测 我这样讲没错吧 这是为什么要看得到未来 当你看得到未来 台子期或结算的那一天 有没有垂直往下击杀 垂直往下击杀 跌破平台警线 我还跟你预告多方防守架 结果有没有完完全全的一个所谓命中 所以说你又看到两万三的对账单 侯耀的七月二十号的那一天的一个所谓对账单 所以所以我也在跟我强调 今天你怎么会选错老师啦 你们要验证 你就可以拨通电话进来做盘前稿的索取 我根本不怕你验证 我怕你不敢打电话进来 大家玩大小嘛 玩大一点嘛 我让你验证啊 看你敢不敢打啊 那你要怎么验证很简单 我还是老坏剧的啊 如果我要参加头顾 我现在一定会验证 那怎么验证 很简单 现在全头顾每一个老师都有Light 8 结果呢 比较老肩俱滑的 大部分的都要等到十二点钟才发第一通 他跟你讲说呢 现在核生堂上涨 所以被动员件里面 我们看核生堂是主流 核生堂是下跌 不然呢 比较老肩的更狠 他把旁边的Light 8的一个所谓时间遮起来 他不敢给你看时间 什么叫做时间 上个礼拜的11点15分 然后呢他跟你讲说 九点钟我们的软体出现买进去 所以往上涨 拜托都十二点钟了 差了三个小时 这种骗数你们会被骗 那我也没办法 那我很简单吧 我让你看Light 8的一个所谓时间 结果借由先放空 先放空 礼拜二先放空 然后再做多 我请问各位 你是有掌握对象单 红样礼拜三空 然后礼拜三可以跟大家做预告 结果礼拜三收到最低的一个所谓 第一点 红样礼拜四 它往上弹起来 为什么要下杀 因为收盘小的关键要收盘小的AAC 就礼拜四 礼拜四 又看到礼拜四的对象单 你说两间不够 我也可以看五十四万对象单 没错 七月二十六 有没有很轻松的吃到龙虾 吃到鱼 吃到一个鲍鱼 你们转不过来 怎么会转不过来 礼拜五心太多 心太多 来来来来 心太多 如果我没有跟你预告 我想坦白的 我就不要做老师了 几点几分 9点30分 9点30分跟你预告完之后 9点59分 9点59分 有没有往下击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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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往下击杀 你不敢买 不敢买 10点29分 又给你预告 你们手中有空单的 自己要小心 现在可以打开非凡新闻台 非凡新闻台 你们手中有空单的 要小心 我说你们根本不能看量 还教你教学的东西 再来一遍 我的Lite Hat账号 小老鼠 PRO101 结果有没有完整的命中 所以说 你不要说说 老师 这好难做 不是啦 我讲坦白的 你今天来市场上 赚钱的目的 我们是比较超然 我们是比较不要脸 我们赚了钱 除了自己享受之外 我们要去行善布施 帮助到那些需要被帮助的人 那我谢文恩 我常跟大家报告 我带走 我们布施 除了帮助到那些需要被帮助的人之外 我自己跟大家报告过 我们超然的理想在哪里 很简单 基本上 我们所做的每一件善举 主力作手 他知道我会员多 他想不想跟我对坐 他当然想 全台湾讲这么白的 你能找到第二个吗 可是他敢跟谢文恩对坐吗 我自己跟大家报告过了 他今天主力作手 他每一个月 他可能捐款六百万 他赚六亿 他赚六兆 他捐六百万 很多 可是他捐的单位 绝对没有会员多 而且我说过了 主力作手 他只会成为我的助力 他不会成为我的主力 因为钱带不到下面去 因为我们捐款的总单位 捐款的总金额 没有他多 总单位绝对比他多 行善之家 必有余气 行善之家 子孙必忘 那我请问大家 我在图什么 我在图什么 我也捐款啊 明天 明天礼拜二 月底又是我捐款的日子啊 帮助那些需要被帮助的人 那叫题外话啦 我讲真的啦 我这个人不喜欢在那边遮遮掩掩 因为我们所做的美业善举 老天爷完全会看在眼里 主力作手 带总跟我作对 没关系 下去之后 他会很惨 连严罗王都不敢收他 我这样讲够清楚了吧 那至于你们 我还是给大家一个衷心的建议啦 虽然说我的节目呢 今天好像有点告别言说 好那我干脆 我干脆上到这个月底就好了 我不要上了 我不要上节目了 我专心带会员不是更好吗 还这样车程东波西波 我的会员当中希望我多休息 拜托我的业绩里面 百分之九十都靠会员的 一个所谓续约跟升级 我需要跟你老师行销吗 每天买一送一送一百 对啊 因为没绩效 然后才要赶快每天办演讲 没绩效 然后赶快要招收新的会员 那是没有用的啦 那至于你们呢 我给一个中心期许 反正大凡月线 它已经从绿灯 转为一个所谓红灯 绿灯转为红灯 所以八月份会有一个 非常好反攻的一个机会 可是这边你也拆成两个区块 你要听清楚哦 就指数的角度 它会上下上下 上上下下 上上下下 左左右 左左右 上下震荡 那种上下震荡过程当中 你绝对不能放追高杀低的 一个所谓毛病 而这个台北股是八月份的江波图 我完全写在这个关键报告里面了 我完全写在关键报里面 所以至于呢 你们最喜欢知道的股票的部分 到现在 我还是老话一句 你们现在真的连核金 到底月线红灯 中美金月线什么灯 台胜科 就这样很多是小时 台胜科为什么不移除啦 月线红灯的股票 我移除干什么啦 你懂意思吗 那变动一件为什么蓝色的啊 变动一件 变动原件八成九成的股票 月线都是绿灯 我礼拜有讲的不够清楚吗 我说核生团 只要谈到越关键价 就是因为大盘月线 不然我一定可以它 有没有很清楚 有没有给你非常非常明确的方向 所以矽晶圆 被动原件 被动原件还有什么 PCB PCB甚至于包括 PA的功率放大器 我奉劝 尤其是PA这个区块 法人卖到脱骨子 可是你真的真的 不要随便杀天 因为你杀在地板 可是呢 赚钱是少数人的权利 就跟这一个标题按一下 以新增标题 它是颠倒的 是颠倒的 我们只开放100个一个名额 让大家做一个所谓预约 预约完之后 当我们写完之后 我们在礼拜的统一发放 所以说还没预约索取的投资朋友 记得赶快利用广告时间 拨通电话 再做完完整整的一个所谓恰询 下一节赶快讲股票 全部都在最专业的理财节目 只要钱长大 掌握第一手的投资趋势 请锁定非凡商业台 只要钱长大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每天看这么多的数字在跳动 经过比较就会有比 外行在看热闹时 内行的已经在看门道了 钱所衍生出来的十一柱形 这就是财经 全世界的任何风吹草动 所产生的蝴蝶效应 就是我们要告诉你的财经 非凡商业台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所以有关八月份的推背图 无论如何 你还没索取的投资朋友 广告中的电话 一定要预约索取 至少要写大概有三天的时间 那同样的股票操作 也都是一模一样 为什么你要选择谢天 谢地 谢温 因为很简单 我应该是全台湾 做到股票不用遮的 那为什么我不遮股票 因为我希望当你选对专业之后 我们一起来行善不思 好快哦 我的捐款日又来到了 我们自然每天好运都会旺旺来 就好像我请问大家 就好像我请问大家嘛 我在节目当中 所给你点名的夜水多空标的 不管包括3026的合生堂 从之前的放空 然后空单回补反手做多 我请问各位 主力作手为什么要帮我吗 因为我在行善不思 我讲得很白 每一个投资老师都说他很准 可是问题啊 台湾有很多人需要 大家的行善不思来帮助 我们行善不思我们不用多 我们至少已经帮助 超过1000个同胞了 这是我们今天存在的唯一价值啊 你们老师这么准 为什么拿不出对账单啊 为什么拿不出捐款单据啊 为什么 因为他们没有主力心态 当他们没有主力心态情况之下 就只能看图说故事 不管包括工具机 卖在最高的高铁 不管包括什么 三五零圣阳明光 105块随便买进到168块 我请问各位 这一些股票 乃至于2349赖打 当时我买的时候 我在节目当中 我有遮起来吗 一档赖打涨了1.5倍 你完完全全都看在眼里 那为什么你要拥有主力心态吗 你想要验证PRO101 因为你会做多 你也会反手放空合金 就合金赚了三支的 一个所谓跌停板 你也会反手放空2478大翼 大翼赚了三支跌停板 你说你没有电脑 我说没有关系 你要想尽办法去下载 我们的软体 或拿到我的一个所谓口讯 因为当你拿到我的软体 拿到我的口讯 你就不会像一般草包头顾老师一模一样 现在就只能告诉你 套牢叫做波段 因为他们只会做多 他们根本不会放空 我这样讲对吧 很多笑师啊 什么叫做放空 上银我们500块卖掉 他被你们笑最高来到530 再从530跌到300块 总共跌了200 200块就好 跌了200块 我请问各位 这200块谁拿走了 政府拿走了吗 不是吧 政府拿掉钱干嘛 政府他只赚 赠交税赠索税 这个钱是有人跟你对坐 因为你买530 你认为会涨到1530 那个放空的人 他认为上银 他会跌到200块 所以他跑去放空 结果呢 事隔两个月之后 没想到是他对 这是为什么 一般头顾老师 因为一般人 你们听不懂 什么叫放空 你们只会做多 可是你们就中了 很多头顾老师的意 因为他们只会做多 他们根本不会放空 全市场上 要做到多空双向的 我请问大家 去哪里找 好啊 上银不用讲 那讲这个月好了 2345的一个所谓 志邦 跟你预告完之后 志邦还在维持高档震荡 随便一出手 你的LINE AD 跟你预告 志邦如果你赚不到20块 你赶快入会 志邦赚不到20块 赶快把关键报告给带回去 同样的 当你懂的 一个谁主力心态 还有多空的 一个谁防守下 一档2456的 一个谁奇力心 太久远了 对不对 太久远 那我们就不要讲了 一档奇力心 很短两个月的时间 你可以大赚 那同样反手放空 8043的密忘石 赚了14万 再反手放空 2375的质保 乃至于3624的光洁 空完之后 有没有每一支都跌停板 结果呢 所有的财经节目 都告诉你 融资大增 被动员件挂了 融资大增 然后不然呢 你的老师告诉你光旺 那我还是老话一句 赢家总会有出手 输家每天总是有一大堆的借口 我跟赢家跟输家的差别 重点就在于工具 所以说还是老话一句 将帅无能 泪死三军 你的老师如果这一个礼拜 有任何一天 而叫你光旺 不然抠讯抠一大堆废话 解国际盘的 我奉劝各位 你要改变战术策略 你要带枪来投靠 再来一遍 有难吗 3026的合生堂 多单出掉 空单出掉 因为过了213的压力 212块 反手做多 反手做多 补空反手做多 随便也赚了17块钱 没错吧 上一次合生堂的操作都还记得吧 那同样的 为什麽去下载我们的软体 因为很简单 基本上 这一次有很多股票 它的月线是一个所谓绿灯 月线绿灯之前 叫做主力心态 就像很多人问我 私底下问我 小师啊 你虽然说在节目当中 你没有讲过PA 你没做多摊 你没放风摊 那我踩到大便 到底该怎么办 那问题 为什么你下载软体 因为当你下载软体完之后 一挡红杰科 人家在74块钱 主力心态有多转空 你们看得非常明淡 红杰包括245的全新 114块 红杰包括3105的稳帽 300块主力心态就有多转空 可是问题重点 我不是那种 若即下时的 闹种时辣 我给你看一下东西 三大法人在卖稳帽 对不对 来一头 我说三大法人在卖稳帽 被动元件 昨天补空 昨天前天忘了 昨天前天补空反手作多 我有给你预告 我说三大法人在卖稳帽 我没有卖稳帽 可是 你如果手中有稳帽的 你千万不要杀低 因为大盘月线红灯 代表每一档股票都会反弹 还有投资朋友说 小时 你能不能 那个被动元件在那边 超厉害的 你说红灯 上个礼拜你说红灯 就被动元件 这个礼拜涨到翻了 那你干脆 能不能拜托你一件事情 你的测标 能不能放上PA 又红色的啦 我又没操作它 我怎么可能去放它啦 我不会啦 真的 真的啦 李小姐很抱歉 真的啦 可是不要杀低哦 不要杀低哦 不要说我没有跟你预告 对不对 那重点来了 再看清楚 再看清楚 来 合生堂 看清楚哦 看清楚哦 来 来来来来来 这个是礼拜五 礼拜五 看清楚哦 我说有时候 我真的很佩服我自己 3026合生堂 我会补空 反手做多 只有从212块钱 一口气找到228块钱 很可惜 大盘月线是红灯 否则来到 涨到月线的关键下 我就会反手放空 合生堂 哈哈哈哈 因为合生堂 它月线 它是红 月线 合生堂月线 它是一个所谓绿灯 可是问题 因为大盘月线红灯 所以说3105的稳貌 乃至于8086红杰克 好啦 这次我都写在关键报告里面 包括被动元件 包括细晶元 都是一模一样 甚至于包括什么 包括你们最担心的 PA的一个所谓题材 你看 合生堂的月线 240块 来到240 你千万不要追呀 如果大盘月线绿灯 我放空合生长 你家听得懂吧 212到240 搞不好240 空塌的时候 跌到42块钱 有可能哦 什么事都会发生 对不对 什么事都会发生 什么叫月线红灯 我也不怕你知道了 2379锐益 股本够大了吧 股本五十几亿 因为我这个人 很简单 我做的股票 都是有量 都是有价 都是大股本的 跟你预告 这一档股票 它的股价在净值之下 还有五只涨停板 可以赚的空间 我再一遍 想要知道吗 大家公平一点 100个名额 这次的关键报告 很重要 因为我觉得 台湾真的很厉害 你看一下隔壁 那个韩国 韩国月线绿灯 你把韩国的K线图打开 很多人是看韩国 在做台湾的期货 怪不得输到脱裤子 那么台湾月线红灯 从绿灯转红灯 代表八月份 会有一个非常亮丽的行情 可是八月份 我个人比较倾向 它会有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所谓区间的一个所谓震荡 而这大区间的一个所谓震荡 第一件事情 有关于大盘的一个所谓推背图 无论如何 你一定要知道 因为你只要急拉 你去追 你很容易买在天花板 急杀你去放空 你保证空在地板 因为大盘月线 从绿灯转为红灯 而且周线 它是个标标准准的红灯 那同样的股票操作策略也是一模一样 目前而言被动元件八成 PA的股票全部包括337的金材 月线全部都是绿灯 而这些绿灯的一个所谓股票 因为大盘月线红灯 每一个人都会涨上来 可是来到月线 又是另外一次败点 你要把资金从绿灯转到红灯 我好刮躁 可是我讲的每一件事都成真 我好刮躁 那一切的细节 包括细晶元 包括你们最爱的被动元件 还有PA 甚至包括PCB 这一次的一个所谓关键报告 包罗望向 可是我还是老话一句 我不是每一个人 我都会给 我们只开放100个名额 你有兴趣 想要做更进步了解 想要预约索取的 记得改变往前 拨通电源再做 完整整 全方位下去